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5月13日礼拜五的第四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在上海一名93岁住在老人院的长者 竟然间是死而复生 事源在4月的时候 他在老人院的树染疫 被送到去浦东新区的州普医院治疗 在4月22日 医院方面通知家属 说长者已经是病故了 当日就会送去殡仪馆火化 家属就未获准去告别遗体 占养为庸 老人院已经是帮长者注销户口了 去到今个礼拜 家属竟然间就被告知 老人家已经是康复出院了 这件事就引来了大陆的网络上很大的回响 第二个消息 上海有民众陆续拒绝大白进入文宅 作出消杀的行为 甚至乎有人拍了视频 与李力增放在网上 这条影片是录得了超过两百万次的点击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 还有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一名网民在网络上就爆料 说他同事的阿嬷 早前才是从养老院送去方仓医院 然后就获告知 老人家已经是病死了 去到5月10日的时候 家属竟然间就收到通知 说老人家已经是康复出了方仓了 回到养老院了 结果根本上死了那个 就不知是谁来的 而且该名死者 还当成了他同事的这个阿嬷 是被火化的 连棺材都是写了他阿嬷的名字 好了这件事的当事人 网名叫做朱葛先生 就在微信朋友圈 发了个帖文报平安 他就说 他阿嬷仍然是健在的 很坚强 现在出院要回到护理医院了 照片就刚才在护理医院那时候拍的 他就指责周浦医院 是搞错了两名长者的身份 是属于严重失职 好了 那接着呢 其实在微信朋友圈 还有一个人来作证 这个人其实都是死过翻生 那个老人家的后人 他就说到 说历史将会永远记住 2022年的上海 风控至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发生在我身边了 梅夫的老母 93岁高龄 长期住在浦东东海养老院 上个月就不幸感染新冠 送了去周浦医院治疗 4月22日医院通知梅夫 说老人家病情恶化 已经是病故身亡了 梅夫当时被封控在清浦区的家里 没办法送他老母最后一程 后来就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当日就送往殡仪馆火化了 当时家属就提出了 能不能够帮忙拍摄一下遗用呢 就算不能够送到最后一程 也就是起码隔着手机的屏幕 来去沾养一下遗用 谁不知工作人员就拒绝了 只是拍了个灵灸 还有吊牌、兽医的照片 结果就是搞不清楚身份 你拍库棺木靶子吗 是不是? 夫妇也一样 是吧? 只是拍个兽医 拍个吊牌 没有拍到那个尸体 后来梅夫委托老人院 去处理他老母的后侍 并且连户口也注销了 没有身份、没有户籍 他老母是因为按照法例的规定 他老母已经死了 现在就回生 但还是社会性死亡 因为没有户口了 这是谁来的呢? 去到昨天晚上 养老院突然间通知他的妹夫 说你老母还没死 已经是基本康复 就被周浦医院送回养老院 并且还拍了这一名老人家的视频 以证明他还没死 老人死而复生 吓得他妹夫整晚都睡不着 他心里不断地去问一个问题 到底4月22日那天被火化的人 又是谁来的呢? 乱乱乱 简直是无语 在上海这个春天 活人被拉去火化 死人也会回生 摩刀摩刀 一切都承摩了 这个就是那个长者的后人 来到他把整件事聚述出来 其实这些事干当然是极度荒谬的 正如他这个见证所说 生人被赤脚医生 黄鹿医生 农村医生 判别为死亡 然后拉去火化 幸好禁得切 没有死 这个还要乱居 未死的你说他死了拿去火化 户口都注销了 之后又说他康复出院 结果死了那个 由头到尾 那个家属都是不知情的 因为到现在都未搞清楚 那个人真实身份是什么人 故此 真是死了那个老人家 他的后人从来都不知情 莫说见最后一面尖养为庸 甚至乎现在连火化了 他还是懵然不知的 到底火化了以后 那些骨灰又怎样呢 就写了人家阿麻的名字上去 这样都可以 这些事件 当然一家人来说 就是一个喜讯 但对于另一家人来说 就是悲剧 因为死了都不知道 还要搞错了那些名字 也有那些兽医 灵灸 那些全部都写错了人家的名字 到底这些乱象 是个别事件 还是冰山一角呢 就留待大家自行判断了 现在看上去的趋势 似乎是越揭越多 也越揭越乱的 当然官方到现在 这一刻为止 都还未有一个说法交代出来 上一次的新墙征户老院 很快官方就出来 撲火 洗太平地了 因为那个就是有事贫为证 证明了一个生人 就被进入他的尸袋里 是挣扎 结果引起了其他旁人的围观 拍片 现在这件事 其实呢 都是很有问题的 生人和死人的身份 都可以是对调的 生勾勾的那个 他的户口 就无厘头注销了 但是就出院了 死了那个 户口还在 但是呢 就化灰了 名字又不知道 因为写了别人的那个 所以这些一定是要出来交代的 当然啦 官方到现在这一刻 他亦都没有证实到 说这些事是真的 那会不会最终走出来 叫做辟谣 说这些是网上流传的假消息呢 那就难说了 但是现在有这么多人 走出来做证 不会 就是个个都夹出来 说大话屈他 有了视频 有了相片 那个老人的照片 有了的 是 不方会假的去哪里 这样也搞得错的 其实对于死了那个老人家 和他的后人来说 就相当不公平了 至少你就算不让他去看最后一面 你都等他得个G字 所以这个事件 又再告解 所有那些这样的 年轻子女 到你自己老爸老母老了的时候 千万不要送他去老人院 是可以这么乱的 不但只是说大陆 香港虽然未知有这么混乱的情况发生 你说身份对调 这些呢 就应该难些 在香港 但是始终 进入老人院 那些生活质数 都是差到不得了的 如果送得老爸老母 进入老人院 都不要说孝儿了 真是 亦都是那些长者 如果你自己 还有些自理能力的 都千万不要说 被自己的子女 游说送去这些老人院 诸如此类 如果不是你进去这些地方 一世的了 出不回来的了 哪里有地方给你住 如果那些长者 是不想进入老人院 就此中老的话 就算你的后人 落足嘴头 如何哄你 交回房子出来 你千万不要 因为当你交回房子出来 那一刻 你又完全没有利用价值 你一世就在那里 等在那里 是生是死 真是很惨的 这些情况 在网上看得到很多 不是每个后人都不孝儿 不过 尽量来说 不要进入这些地方住 尽量免得也免得 作为一名长者 如果他是走得走得 吃得睡得 何必去这些地方 作战自己 好 接着我们又看看第二宗消息 上海越来越多的民众 开始拒绝了那些大伯 走入自己的房子 进行所谓的消杀动作 根本这个消杀 这个字本身都是傻的 有些人说 这个是消毒杀菌 那个 合併的词汇 我不知道他消什么杀什么 反正从来都没有交代过 一爆出来 就有消杀这个词汇 都强制转移隔离区区 居委会和公安人员 都强烈劝导居民 要交出条门时 给工作人员 即是大伯 来到入屋消毒 有居民就对这种 入屋消毒的政策 是相当不满 于是乎 就跟大伯理论起来了 并且还拿起手机拍摄视频 摆到上网 现时那条片的点击 已经超过两百万次了 而且还未被微博平台删除 我刚刚按进去 还能看到 好了 这一名拍片的女住户 当然我认为她是相当勇敢 正所谓勇者无拒 因为她跟这帮大伯理论的时候 分分钟只要大伯的头头 她心情没那么漂亮 或者她是一个比较不理性的人 她就告诉你 搶过你那条门时 一手拼开你的手机 跌到地上 碰一声碎了 然后呢 就可以照着整桶的消毒剂 进去那个女住户屋 见东西就喷 喷到她的家具 喷到她的电器 喷到她的电器 全都坏了 甚至乎 把她的冰箱里面的食物 拿去丢 这样她也不会有任何责任 最多只能在网上喊喊死言之后 被人禁言 她是不需要负上任何责任的 因为以往发生过太多次了 这些大伯都是无从追究的 但是呢 现在都肯和她来理论 当然啦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 就是这个女住户 她始终在拍一条片 已经拍了一段时间 如果忽然间拼开的话 哪怕你弄坏她的手机 可能还有个底 放了上网 就对于那帮大伯 是会洩底一些 道理上 第二 我估计这个东西 本身可能有些背景 如果不是居委也会给你理论 那些大伯也会给你理论 一般平民百姓 说得你死人 倒楼 噴你就噴你 你再说话 噴你的嘴 噴你的臉 所以我估计这个东西 是有些势力的 有些后台的 当然报道没有说 我估计 老实说 一般平民百姓 怎会跟你理论才行 说得知你 噴你脚 噴你手 噴到你 噴到你根本上 皮肤都红了 那你还管什么 还拿着一台手机 在拍摄 拗痕 就是要洗手洗脚 当然 这个女住户 她也是很勇敢的 是值得尊重的 因为她具理力争 她就认为 这群这样的大伯 不能够在未经 住户同意的情况下 强抢门时 强抢闻宅 来进行所谓的消杀 这个是很合理的 因为 不单止是这个女住户 是有这种心态 其实很多人普遍都不喜欢 是不是 放自己的房子 弄几个大伯 左噴右噴 什么都死了 是不是 家电都死了 好了 结果 就连人民日报社 上海分社副社长 李宏斌 她都对于这种 入屋消杀的政策 是公开地表达不满的 她在接受官媒 上海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的访问的时候 强调 民居是一个私密的地方 她就注意到 上海市民有严重的关切 她也理解到 上海市民对于 所谓的入屋消杀 是有普遍的抗拒情绪 上海人的质素 就已经很高了 懂得固存大局 特别是能够全力配合 和支持疫情防空 到了这个入屋消杀 真的有些人是受不了 李宏斌强调 入屋消毒除了需要法律依据之外 还要关注科学依据 例如说 到底室内物体的表面病毒 能够存活多久呢? 物件存人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她就引述了国家卫健委 一级巡视员何清华 较早时的发言指出 在常温的条件下 病毒短时间之内 是会降解的了 失去了感染的活性 不过她认为这方面的问题 必须是要聆听 国家级专家的意见 叫你那班人 不要搞那么多无谓东西 入屋消毒 但是没办法 有些是大生意 来的 比如说现在网上 很多短片拍出来 帮些物品来做 是酸检测的 在地上採养的也有 帮些虾来去採养 也有活虾 人家买回家煮的 帮些鱼来去採养 也有 帮些菜採养 也有 没有的 她每採养一次 做一次是酸检测 她就拿一次的钱 一次可能几够水的 香港就是了 大陆我不知道 成本是多少 反正每做一次 就多一次钱 何乐不为呢 她猛做 最好是日做夜做 帮物品做核酸检测 不断代工 她做核酸检测的採养员 都是一份工作 她当然是想自己的工作得以永续 因为她正正就是在这些封控里面的受益人 少数的 对不对 所以 喂 为什么那些大伯 他喜欢又入屋销测 喜欢做这些那些呢 正正就是因为有这些东西给他做 他才会请他 当然 有些人本身就是警察 可能他有OT钱 或者有其他的利益 如果在没有利益的情况下 都做这些事情 那就是文革了 那就另一回事 那就更疯 姑且现在用利益的说法 先去解释一下 对不对 如果那些人又没有OT钱 纯粹喜欢进去别人家屋里 噴灑消毒剂 这就跟反社会人格有关 喜欢在别人家里搞破坏 这就是文革 等同于去别人家里抄家 没有分别 如果真的搞到这样的时候 那就怪不得上海发展了一个润学出来 姑且现在先说是利益说 如果是文革说的话 就已经去到另一个层次 我希望就不会是 那么快走到那一步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